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am ultimate in a new game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 我的侏羅紀世界遊戲啦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哦 可以直接上世界的良惡龍了哦 影片收圖也已經告訴你們了 哎為什麼可以上世界呢 哦 原因非常的簡單哦 就是呢 我上禮拜白是上禮拜嗎 好像是禮拜一的樣子吧 這禮拜一的時候 好像還是哪一天忘記有推出那個良惡龍的 超級DNA卡包 哦 不看還好就一看嚇死人了 他可以買六次 全買下來之後給你們看一下 哦 8245 我覺得應該會超過哎 因為他後面的良惡龍好像只需要660的超級DNA 就是就可以 就可以製作了 他前面要1500啦 我覺得應該會超過哎 我反正不管了今天呢 我們就是可以直接讓他四階 也是老頭呢 首次哦 哎 四階超級混種 哦 你們應該也不難發現老頭之前的超級混種 最多最多就20 哎 最多最多30 哦 最少就是20嗎 原因是因為這遊戲的超級DNA非常難獲得哦 哎 你只能透過這種美日啊 每日來獲得超級DNA啊 或者是打警戒19啊 這個我好像之前都講過了 所以說導致我沒有辦法馬上升4階哦 如果可以馬上升4階 我也想拍給你們看哦 但是是真的沒有辦法啊 所以說呢 我們剛好很慶幸的遇到有在賣超級DNA的卡包 所以老頭呢 索性把它買下來 而且其實我覺得蠻超值的 可以不用等這麼久就可以拿一隻世界還不錯 這就是我上一集所說的猛料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猜到哦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猜死神吉隆哦 呃死神吉隆他也算是一個猛料 但沒沒有錯啦 但是呢 呃我的我的DNA還不夠 我的DNA才23萬而已 你要升到世界死神吉隆至少要30萬 哎我沒有這麼多啊 所以說要達成死神吉隆40級的條件也 也不可能是現在了 好不好 好啦 那剛剛我好像有看到嗎 我這個迅猛龍DNA已經2700了 我都忘記這件事情了 來我先把我們這一隻 第二型迅猛龍再生一隻出來哦 再把他生出來一下 ok 生了之後有些不點了啦 因爲我想要把剩下的肉拿給我的兩二龍 而且我不知道我鈔票夠不夠啊 講實在的我不知道鈔票夠不夠 反正等下不夠的話再儲值吧 哦那我想到一件事情了 有人說老頭你爲什麽不用第一型帝王暴龍呢 我不是不用第一型帝王暴龍 那是因爲的老頭是打算想要讓我第二型的暴虐 迅猛龍呢 先讓他四隻十級 之後呢 另外四隻呢 老頭再打算去搞那個第一型的暴虐迅猛龍 老頭只是想要這樣子做而已啊 然後呢 還有很多人說老頭爲什麽你不生 第二階帝王迅猛龍呢 哦這個問題呢 一天就知道可能是沒有玩過諸羅紀世界的人 你知道諸羅紀世界這個帝王迅猛龍 他就要讓你等上一天的時間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把他身上二十級的話 那我是不是少了一隻的戰力 啊 少了一隻的戰力 那你就少打了一場 少打了一場 你就不能拿到一些好的東西 哦這個原理大家應該都懂吧 哎如果沒有玩過諸羅紀世界的人 哦 如果還是聽不懂我也沒有辦法了 反正呢 我不是不生是我不想現在生 因為呢現在生的話對我現在不利 你想想看嘛 如果我生了 我把這些十級的帝王迅猛龍 哦全部都列滿八隻 全部都十等的 然後我在第一天 不是第一天 我在某一天 我把他全部升到四十級 我直接消失七隻 那我就少打了七場 少打了七場 對 對我們現在正在農的玩家來說 是不是很硬傷 硬傷就算了 你可能還要再等好幾天 因為等級越高 你的cd時間就越長 所以說呢 這為什麼我不想要把他升到四十級 我為什麼不想要把他升到二十級 就是這麼的簡單哦 啊如果還有人聽不懂我說什麼 哎 那就算了 反正你們沒有玩過嗎 等你們玩過了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我現在不想生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呢 直接來進階世界哦 我不知道會不會消耗我的 鈔票太多哦 不過來試試看吧 來 直接來一個混種仙哦 啟動 要進化成良惡龍了 哎 結果只需要六十八鈔票 但是我不曉得孵化的話會花多少 看一下我現在一萬多一萬多的貨 孵個幾隻啊 孵個七隻 孵個七隻我應該是會 噴光光啊 管他的 哇 兩個龍誕生了 有點酷啊 然後這邊不能放我照先放這裡了 然後解鎖了 解鎖之後把它放回去 因爲他是他是兩棲類的 有沒有 雙柄西龍 啊雙柄西龍嘛對不對 雙柄雞忘記了哦 你看 現在直接變成鱷魚了 加入第第二的超級DNA變這個樣子 生物知識一 梁惡龍俗稱為雙鱷魚 這個名字正好可以形容這隻 極凶 極其凶猛的鱷魚混種生物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隻所要花費多少 六百六 六百六之後呢 哦還好 鈔票只要兩百二 兩百八十二啊 我可以接受 然後等待的時間 居然需要一天 沒問題 我們現在馬上就先生產出 八只呃七只來 啊我們手手創的超級混種 世界就要登場的各位 而且這一隻CP值也算蠻高的吧 因爲他的他打完之後的等待時間哦 其實也算蠻短的啦 哎啊是觀眾講的啦 多短我不曉得 反正一定是比我們的迅猛龍還要短就是了 絕對 絕對短啦 ok 終於啊 哇我還好剩下兩千 兩千一百二十五 哎 我可以把這兩千一百二十五轉移到其他的恐龍 那個超級DNA身上嗎 好像不行的樣子啊 哦吃魚肉呢吃的很爽有沒有 嘿嘿嘿 哇好爽啊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景象 你知道嗎 我居然不斷的再生超級混種 啊是不是非常的稀哦 稀有畫面有沒有看到 哎呦第二階 那第二階那個 顏色長這個樣子各位看見了沒有 啊這個是老人斑嗎 他那個嘴巴前面像老人斑這樣 哈哈哈哈 根本老人斑來著的 啊 在哪裡在這裡 嗯有什麼變嗎 感覺沒什麼變啊 生物知識二兩二龍因為有較長的腳 因此在陸地上比多數的鱷魚還要敏捷 哎 這個到底是誰樣啊 有啦這邊多了哦哦啊啊 哦 看他賽傷這樣子 好啦就稍微有一點微變化 微解封 微升級 微進化 什麼都要來個微這樣子 啊 微完成 哈哈哈哈 啊你也要微完成嗎 繼續生繼續生 不囉嗦繼續生 微完成 來 哎 還好花我不還花我不多啦可以啦 哎呀居然八十幾了 哈哈哈哈 那我解鎖這隻了好了好了 ok那我現在可以去開墾地了哦 好現在錢這麼多多到已經滿出來了 去開墾一下好了 呃看一下哦這個這邊的開墾還沒結束哦 再花一個一百八十二萬開墾好 ok 哎這個解鎖了 這個開墾地這開墾地剛解鎖了 ok沒問題 好 剩下繼續等 然後多了一個這個 好哦 我們繼續生 全部剩二十 第三階 顏色變得很紅 紅通通的 啊這已經快要變成龍蝦了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哎超級混種的恐龍啊 搞到後面都有點紅紅的是怎樣 哎呀 甲龍混種也甲龍超級混種也是紅的 單劍角龍也是紅的 這個開發者是有多愛紅色啊 第三階好像也沒什麼改變 這在偷懶是不是啊 兩二龍很少挖自己的穴 自己的自己的洞穴啊 為什麼很少挖自己的穴 不舒服嗎 反而會占領其他失地生物的洞穴 啊你自己不挖自己的穴 你去挖別人的穴幹什麼 哎對啊那個第二階跟第三階到底在幹嘛 我看沒有哎是這裡多一點點而已哦 你最好他媽第四階給我好看一點哦 啊你最好哦 天啊 這個變化也太微微小了吧 這個變化自己太微妙了吧 怎麼可以變化這麼少 啊隨便點一點這樣就哦這個是第三階 這樣子啊 隨便點一點這個第三階這樣子啊 好了直接第四階的不囉嗦啦 哦你看 第三階的臉長這個樣子 第四階這個眼睛已經開始斜念了 機器的斜念這樣 然後呢這個地方呢開始比較尖上面也比較尖銳這邊多了那個 啊這個算他的腳嗎還是什麼的哦 天啊而且馬上直接成功了 哎我本來想說要不要用那個快速實驗室 哦第四階哦哦 看這這個是龍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哎等一下我沒有想過第四階的良二龍長這個樣子 幹嘛 你是龍吧 Dragon火龍 我有點驚訝到老實說我真的有點驚訝到他長這個樣子 那個臉啊哦那個背的話哎真的還蠻帥的說實在的 第四階我覺得很可以但是一二三階 跟他賽了 啊根本是妥死好不好 我來看一下生物知識啊 良二龍有時會將自己的爪子魔力這個行為顯示其具有高度智慧 將自己的爪子魔力高度智慧 呃高度智慧嗎 我不我並不覺得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正常現象吧 磨爪子誰都不會啊 我家的鸚鵡也會磨嘴巴啊 我家的我家的陸龜他也會磨爪子啊 啊他是不是也很聰明 沒有很聰明啊整天只會要吃的啊 啊我家的鸚鵡會磨嘴巴會有沒有很聰明 啊跟他講你好他只會叫而已啊 是不是 好啦算了是最高級的3415血量1410攻擊力 可以賣多少錢 可以賣15萬 突然有點心動 還是不要好了我才剛把你生出來 不要嗎那麼快就賣掉賣15萬 雖然是很多啦但是 啊還是算了哇三個小時個十百千萬 十萬三個小時可以賺50萬 58萬哎好爽哦 好啦好不容易把他生完就來打一下 這可不可以啊 哎不行啊這里面的太硬了啦 這真的里面太硬了我這次根本就是沒辦法應付嗎 我們可不可以挑弱一點的比如說像這個挑軟柿子吃 軟柿子你給我這個哎 洗吧 真的沒有軟柿子可以吃了哦哎我真的覺得我這這最近這幾集啊 好不容易弄出來的恐龍啊 都沒有一個能夠讓我好好打的哎 等我說關卡啦 好啦就這一個好不好 這個最起碼不會太強 那良惡龍指派 先不要指派出來好了 我們等一下給他擠一下點數 好那恐守龍的話我們不要派太強的 我們班農可以再出來會會 呃會會之後 然後我們的良惡龍 哎在這里 再來一隻肉食龍中爪 這個壓軸好了 也需要一個攻擊高一點的 哇這個一刀就把他打死啊 啪 倒地不起 好我要被虐了 這個應該兩下我就死了吧 他應該要把我打死 對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 沒關係我可以幫你打死 恰好打不死 換我死了 嗚 都沒有辦法哎 居然不攻擊啊 我挺意外的 嗯我想一下 兩點 早知道先換龍了 沒關係又把他打死了 把他大死了 不要打我哦 我應該是不會死吧 我有一點防禦 我也沒有錯 然後呢 我想要換一下恐龍哦 因為我想要把點數留給我們良惡龍 我想看一下他良惡龍的必殺地長什麼樣子 哎 應該可以打贏啊 這個五千多滴血良惡龍八點或是七點應該是可以解決掉啊 啊 防禦 哎他狂防禦他超怕的哎 而且雷龍有這麼小一隻嗎 我印象中 雷龍應該是很壯大的啊 而且我這隻中爪龍體型 應該也不可能比雷龍還要大隻吧 他這個比例是不是錯了 他這比例是不是錯了啊 不管算了 不管了 我要直接七點攻擊看下去 搖 玄哦 死亡 那個什麼 死亡螺旋 死亡翻滾 鱷魚的超級必殺技死亡翻滾 施展出來直接秒殺 拿了6500 我的天啊 哇哦 好吧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良惡龍 哎不是你啦 良惡龍 這里看見了沒有 挺帥的就是了 我來看一下cd時間多長哦 因為有人說 這隻cp值高在於說 呃 經費少 然後呢 cd又短 看一下 像我這個 我像我剛剛那一隻打完哦 這個只要17小時 02分 我剛剛中爪龍打完是11小時 這個不能比啦 因為這個是超級混種 這個是這個是金卡 這不一樣啊 完了沒有什麼可以比對的 我剛剛還有派誰出來哦 這個是12小時 17小時 哇怎麼感覺是良惡龍比較長啊 可是 以超級混種的角度來看的話 應該他會比較短 因為他的耗費哦 他的耗費材料素材哦 其實相對的比較低 所以說他不應該cd長 這些可能打完可能cd還會比較長一點 說不定 因為做超級混種哦 好吧 先這個樣子啦 好啦 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我只想各位 給各位看一下這一隻 好猛料哦 希望大家對於這個猛料呢 哦 是喜歡的哦 那這個真的有讓我驚訝到 就是他世界就算頭長這個樣子 哎有點太浮誇了 不過真的還蠻帥就是了 好不好 一樣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別忘記按下訂閱分享留言按讚 對老頭來說呢 都是非常大的幫助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啦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呢 侏羅技世界遊戲 再見 下一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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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